我希望借这个机会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国家所面对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很快最多可能三个月六个月肯定会超过九个月 我们将会面对马来西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的选举 因为我们知道这次的选举不单只是关系国真的生死存亡 其实这次的选举最重要的其实是关键说马来西亚未来的方向走向那里 我们是否有能力通过在下一届的选举通过选票来建立一个捐钱的两件事 各位同胞 当然我们听到Najib说改变要慢慢来 改变要慢慢来 不过如果你听他讲的话你真的是给他骗了 他如果改变要慢慢来我们已经给他了55年去改变 55年他做不到 我不相信他5年里面做得到 对不对 对 他说改变要慢慢来 对 我们要通过选票来做出改变 我们绝对有机会通过选票来寻求改变 做出改变 我们在过去55年来从来没有看过有一个首相像Najib这样 我们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里面将会庆祝马来西亚独立55年 各位同胞 独立 庆祝独立 应该是每一个马来西亚人一起参与庆祝的一个庆典 独立的庆典不是国真的专利权 应该是全马来西亚都有参与的权利 各位同胞 不过这是独立的庆典 他用什么口号 他用纳吉国阵的口号说一诺千金的口号 各位同胞 这个其实已经违反了独立的这个精神 因为独立应该是自政党也应该是在野党一起来共同欢庆的这个日子 不过不要紧 这个是Najib 他说一诺千金 一诺千金在华人来说 一诺千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因为在我们的华族的传统里面 几千年的传统 很久很久一天 我们我们华人的优秀的传统就叫我们说 我们必须要讲信用 当西方国家 他在商业的交易的时候 他讲的是用合同 我们很多华人的传统的生意人 还是只是用口头的信用来做生意 所以华人肯定是讲信用的一个民族 我们肯定非常重要 注重这个所谓讲信用 也就是一诺千金 各位同胞 Najib说一诺千金 像我们讲 今天我们也 待会儿 我们也知道赵明福的妹妹将会到场 我们也知道赵明福之间发生在三年前 那个时候 反贪污委员会 要调查 调查一个牵涉到两千四百零几的这个国旗的购买案件 结果赵明福被调 被抓去反贪污委员会 活生成了一个人 结果第二天 变成一个冷冰冰的尸体 各位同胞 Najib那个时候他说什么 他说他承诺 他必定会给赵明福的家人一个公道 必定会给赵明福的这个真相 让全世界人都知道 对同胞 结果我们是有一个所谓皇家调查委员会 小弟看过那个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那个报告里面说是什么 首先他说赵明福还没有被抓去之前 是一个年轻人对前途充满着希望的这个年轻人 他是一个准备做丈夫的一个年轻人 是一个准备做爸爸的年轻人 所以赵明福在被抓去反贪委员会之前 绝对不是有一个有自杀倾向的人 不是一个有自杀倾向的人 结果根据那个调查委员会所介入的 他说赵明福被关去反贪委员会的时候 因为官员的对他的对待 使到他经受不起这个压力 结果根据他所讲的 根据调查委员会说 赵明福最终跳楼自杀 首先 我其实我还是要挑战 到今天为止 他是否是自杀 我们还是不能够确定 因为根据种种迹象 很有可能赵明福下来被楼上 是被那个反贪委员会那边被丢下 丢下楼而死亡 不一定是自杀 不过票警 假定我们说赵明福是自杀 我跟你讲 如果这些事情是在世界 其他国家发生的话 如果你一个人没有自杀的倾向 警方把你抓进监牢里面跟你虐待 精神捏态 肉体上捏态 捏态到你自杀死亡 只有两个字能够形容这种行为 那两个字就是谋杀 我再重复一次 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这种行为 那两个字就是谋杀 SB 赶赶的记录下来 交给大家看 只有两个字 因为一个没有自杀倾向的人 给你虐待虐待到自杀的话 真的是你没有其他字眼可以形容 只有谋杀这两个字 可以懂吗 过票警 黄家调查委员会说 他说 OK 在这个时间里面 赵明胡子自杀死亡 他说有三个反贪污委员会的官员 必须为这件事 承担这个责任 这个是黄家调查委员会 这个不是新房新村的工作委员会 这个也不是学校的家教协会 这是黄家调查委员会 建议所必须要对这三个采取行动 哇 那就说一诺千金 讲到很大声 讲到做到 这才是一诺千金 结果到今天 发生什么事 三个月前在国会 小弟在国会里面 提成一个问题 他说 我说 我问 那个时候 根据赵明胡的这个事件 反贪污委员会 所处理的事件 黄家调查委员会 已经做出决定 到底这三个官员 有什么采取 对这个三个官员 有采取什么行动 结果首相署部长 Nazri回答说 他说其中两个官员 他们内部调查 结果没有关系 跟他们没有关系 第三个官员 他的错 错在没有好好看管赵明胡 我敢讲啊 这种回答是在放屁 在吃大炮 各位同胞 所以今天我跟你讲 他说拿去说一诺千金 讲到说做到 我敢讲 他是 其心悲异 讲话没有信用 他讲讲到做到 其实是讲一套 做一套 他是在车大炮 对不对 当然他说一诺千金 他说人民有限 大家都知道 我们 拿到飞飞扬扬的 这个官员的西土厂 Linus Linus这个西土厂 从老远澳洲那边 那边 来到马来西亚投资 本来我们都知道 你要投资 外来投资 事件好事 外来投资 知道就业机会 自己经济成长 事件好事 不过我想问 很简单的 如果Linus这个厂 这样好赚的话 这样能够 自己经济成长 一年能够带来 几十亿灵机的收获 澳洲怎么不做 一定要来到马来西亚投资 你要知道 这个厂 它那个土 泥土 提炼那个西土的 那个泥土 矿物泥土 它不是在 官单挖的 它是在澳洲那边 挖了 挖了那边的泥土 用 用铁道 载到这个 澳洲的港口 载到那个澳洲的港口 再从那边用船 印到官单的港口 这个不是一斤两斤的泥土 这个是几千吨几万吨的泥土 从老远 从澳洲那边 印来官单 官单这边提炼 提炼过后怎么样 提炼过后 他留下来的配料 到现在 如果你听 纳吉讲 纳吉说配料 将会在马来西亚处理 要怎样处理 还在找着地方处理 如果你听到西子庚讲 或者你听到蔡西利讲 蔡西利跟西子庚就说 他说这个配料 一定不会留在马来西亚 一定要运回去澳洲 如果你真的 听他们两个这样子讲的话 我跟你讲 你今天真的不会相信 他所谓的运落前进 讲一套 肯定是讲一套做一套 一个人讲一点 另外一个人讲另外一面 各位同胞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有一个国际的条列 这个条列就是根据这个工业废料 工业废料就好像西土 留下来的那些废料 他提炼了西土 留下来的废料 废料有辐射性的 这个辐射性不是一年两年 也不是一百年一千年 这个辐射性十多一年才会消失 你有了这个辐射性 不要讲你的子子孙孙 会遭受这个辐射 你的子子孙孙的子子孙孙的子子孙孙 几十代几万代几千万代 都要遭受这个辐射 这个不是短期的 这个是长期的 我讲到那个国际的条列 国际的条列很明显的讲到说 工业的废料不能够跨国 不能够跨国是什么 意思说这个工业的废料 如果是在马来西亚产生 不能够印出 马来西亚的国界 你要送去新加坡 你要送去泰国也不能够 你要送去越南也不能够 你说如果是巴巴尼云要收 也不能够 因为不能够跨国 澳洲也讲了 他讲这个工业废料 澳洲肯定不收 所以今天你十一只跟我们讲 廖宗来蔡希利跟我们讲 说喂这个 LINOS厂如果工业废料没有印回去澳洲 这个厂不能够操作 不过我们知道澳洲不会收 不过这个厂已在操作了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他说的所谓一落千金讲到做到 其实是讲一套做一套 他在扯大套 他在欺骗人民 他要为了选票 只要他胜了 到时什么都可以 MING PAO CANADA